歡迎繼續加入十點不一樣 您好 我是錢麗汝 我們要先來看的是 今天下午中部一場大雷雨 造成了雲林斗六的福茂科技公司新建廠房 工地的鷹架連同防護網整片突然倒塌 事發剛好是早班員工下班時間 總共造成兩死三傷 下班員工們撐傘離開 還有人被風雨吹到雨傘開花 突然間的強風奏雨 機車棚內有騎士拿起手機 要拍著誇張雷雨 意外拍到整面鷹架倒塌瞬間 這裡是雲林斗六福茂科技公司新建的第五座廠房 工地鷹架連同防護網被風雨吹落 掉到路面 雜重路過這邊 準備下班的五名台籍員工 消防隊到場時三名傷者已經在鷹架外待救 但另外還有一男一女 一個在鷹架外沒了生命跡象 另外一名則是被壓在鷹架底下 男子頭部重創 明顯死亡 兩死 三人受傷 死傷的五人有四位是福茂科技 跟一位福茂新業員工 另外鷹架掉落還砸到了一輛車 一台車發動車 那個是員工家族的車 太太是在那邊上班很久了嗎 已經十幾年了吧 說鷹架突然被強風吹倒了 他剛好是駕班時間走過去 然後壓到 家裡小朋友幹嘛 我三個小孩 死亡的女員工先生也在福茂科技上班 三個孩子年紀最小的才國小二年級 昨天是妻子排休 今天換丈夫休假 但妻子都離開公司要下班了 沒想到貨從天降 驟然離世 新建廠房內意外發生時還有10名移工 趕緊向內去找安全庇護 警銷到場後再引導他們離開現場 由仲介帶回 根據了解發生意外的福茂科技第五座廠房 在去年11月動工 原本預定今年年底完工 目前的工程進度大約77% 7月6號下午中央企業署針對彰化南投雲林 發布大雷雨特報 4點多疑似瞬間強風奏雨吹垮鷹架 這一場意外讓兩個家庭天人永隔 勞動部中區治安中心也派人趕到意外現場 除了對包商開罰30萬元也勒令停工 同時要確認施工架是否依照預期的賀仲 妥為設計與施工 進一步調查鷹架倒塌原因 TVBS新聞張崇敏 採訪報導 前桃園市長也是現任海基會董事長 鄭文燦涉嫌貪污 法院裁定500萬元交保 今天剛好是鄭文燦57歲生日 不到半小時就籌到寶金 帶著笑容走出地檢署 下午兩點多前桃園市長鄭文燦帶著微笑走出地檢署 法官警示不可以發表 請不要指導他這樣子 是被誤賴的嗎 好像有開到的監視 真的要回應嗎 兩名委任律師左右護法當人常開路 擋掉所有問題 鄭文燦也一個字都沒回應 已經被誤賴了嗎 你們被誤賴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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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被誤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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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路保持笑容坐上收屢收離開 鄭文燦整晚都沒睡 因為涉嫌貪污罪被檢罩人員帶走 最後以500萬元交保 只花不到半小時就籌到保金 律師帶著黑色蹄袋現身半保 出動點鈔機 點著好幾疊千元大鈔 這顆震壇震彈 巧合在鄭文燦生日這天爆發 一切進展相當迅速 因為其實他4號才從日本回台 5號就被檢方約談 隔天凌晨遭生押 上午11點半法院開機押題 歷經兩個小時的工房 法院證實鄭文燦的確在2017年收了500萬元 隔年要召還給另外一名被告 但無法證明是犯罪所得 下午1點半裁定500萬元交保 限制住居出境出海 警官檢方始終沒正面證實是什麼的弊案 但現任桃園市長點出這件事 關於華雅工業區要擴展土地的事情 市政府的態度應該是要用去斷徵收 不過其中有一塊地 市長只是說要讓自己去做重劃 這個對於土地的徵收來講是比較少進度 鄭文燦也透過律師表示沒有不法行為 而貪污制對條例的收賄罪是7年以上的重罪 對於院方裁定檢方當庭提出抗告 接下來靜待法院結果 事件的起因初步了解是和華雅科技園區用地飽和有關係 四大爭議連其中包括了重劃會主導人 先後送出近千萬元匯款有關 因此鄭文燦的政治之路成也桃園敗也桃園 現在還被認為賴清德當時指派海基會董事長就暗藏選旗 謝謝市長 昔日的桃園市長鄭文燦14年挑戰市長成功 成為六都最年輕首長 2018年成功連任票數打破紀錄政治行情抗漲 8年的市長表現深受前總統蔡英文信賴 進而進入內閣團隊 當時接下行政院副院長回桃園親自細說簡報內容 鄭文燦因桃園政績而發光 卻因為任內爭議成為標靶 想一次我們告一次 搬出司法捍衛清白因為被指控協助八八會館主賢郭哲明炒作巴德農地 甚至更改捷運路線謀取圖利 即使當下曾經黑金問題被點名與IMB主賢曾國偉關係匪淺 過去鄭文燦在桃園市當市長的那個歷程 涉及的土地相關的弊案真的還不少 現在才開始辦第一件 畢竟過去高度監督鄭文燦從直播手板 評的是有證據 而鄭文燦在擔任市長初期推翻桃園鐵路高價化計畫 讓經費從308億拉高到千億元 而2022年巴德國中羽酬場 因為地震造成天花板倒塌掉落 調查後發現是豆腐渣工程 甚至在卸任前夕被指控台大碩士論文涉嫌抄襲 鄭文燦過去你跟這個藍綠正通人和 然後跟所有的人是不是介入太深了 地方的利益結構是不是都跟你的夥伴 或是你認識的人都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意思是鄭文燦政治手腕高明 不過在富格魁時期甚至捲入桃色風波 澳門女陪式影片瘋傳 鄭文燦矢口否認緊接著又被爆出 竹邪理事長任內有欠款 檢調要好好的追查 鄭文燦爭議多莊連環報 璀璨的鄭志祿似乎也在她57歲生日這一天 光環見退 第一列兄的東軍連軒 台北藏不懂 針對鄭文燦涉灘總統賴慶的今天出席活動 罕見停下腳步回應 強調無往無縱 這也被外界聯想 是不是跟四年前總統初選新潔 所衍生出的黨內鬥爭有關 不分黨派 不問何人 只要涉及廢法 檢調都應該查辦 誤網誤重 神情嚴肅說重話 總統賴清德6號出席不公開行程 罕見停下腳步回應媒體喊話 針對海集會董事長鄭文燦涉灘一事 賴清德語氣堅定 打炸掃黑樹灘 是目前政府重要的工作 目的是要維護國家的生存發展 社會的安定 以及回應人民深刻的期待 不得不然 不得不然四個字被外界解讀 針對意味濃厚賴政關係 時間要回推到2019年 民進黨黨內總統初選 當時和賴清德同為新潮流的鄭文燦 卻選擇和蔡英文贊同邊 賴清德跟這個鄭文燦的關係 一直都不好 當年媒體自家派系 卻往英系靠攏 現在捲入涉灘案 難免讓外界產生黨內互鬥聯想 國民黨立委謝龍介也早有預言 之前我就說過 他一定會立威 也許會掀起一盤的心風血雨 是不是賴總統也早就掌握 鄭文燦問題不少 而沒把他列入內閣名單 反而要他擔任 有名無權的海基會董事長 應該要去尊重司法的獨立 當然還是尊重司法 但除此之外 看看針對此事的四方聲明 以賴清德為首的總統府 和民進黨中央 都期盼司法單位誤網誤眾 儘速釐清 反觀行政院和海基會 則都只是尊重司法調查 那我畢竟是桃園的老縣長 我還是覺得很遺憾 過去傳聞很多 但是這種事情 既然檢方已經介入了 就等調查結果了 在野良黨低調簡單回應 或許也在隔山關虎鬥 TVB的宣傳綜合報導 台七十六線上演真實版的 俠盜列車手 這輛黑色轎車停在車道上 駕駛從後車廂拿出水桶 亂丟還猛催油門 橫切倒車大迴轉 行徑相當瘋狂 警方已經介入調查 黑色轎車停在車道上 駕駛從旁邊要繞過去 橘色衣服的男子 從後車廂拿起水桶丟過來 駕駛停車卻看到局役男上車 車開走了 這是在台七十六線快速道路上 駕駛莫名其妙被丟水桶 眼見他把車開走 接下來行為更誇張 車子直接又橫切 遊覽車叫車被他嚇得緊急停下來 沒多久又看到他左橫切 車子開到內車道 逆向要衝過來的樣子 靠近之後又緊急殺柱 後車廂還因此掀了開來 瘋狂的行徑還沒停歇 他倒車行駛之後大迴轉 車頭順向之後逃離現場 肇事逃逸 怎麼可以在台灣玩GTA 而且感覺就很像是 玩遊戲的卡丁車 然後按按鈕 然後掉水 掉道具出來的感覺 在高速公路上玩這個 感覺滿荒唐的 嚇到我了 我覺得這個人是酒駕還是獨駕 網友PO出行車記錄器要協循駕駛 表示6月22號發生在76線快速道路上的事故 已經報案也有車號 超過兩個星期 警方告訴他聯繫不上駕駛 女男駕駛自小客車逆向行駛 照事後自小客車停頂外車車道 並由後車廂取出塑膠筒 朝內車車道投擲 國道警方表示 駕駛是46歲的女性男子 已經傳喚 但是仍未盜案 他當時還是逆向開上快速道路 也因此害了另外兩車 為了閃避而碰撞 造成兩人輕傷 之後又發生 行車記錄器曝光的瘋狂開車行為 目前以公共危險及毀損罪 鎮辦當中 TBS新聞陳志中文書評 章話報導 中午大太陽的高雄這名女子 因為在街頭徘徊影響到交通 警方互報女子不聽勸 當下被實施保護管束 遭到遠景壓制 她的臉貼在駁油路面上 不斷喊著好糖 紅衣女子在街頭徘徊影響交通 到場的遠景上前壓制 你看 南遠景用腳頂住女子的側腰 紅衣女側躺在駁油路上動彈不得 這時候 女子哀嚎地板好燙好燙 就這樣壓制至少30秒的時間 紅衣女子才擺脫被馬路炙燒的感覺 事發在五號下午一點多 正直大太陽 女子在鳳山南鎮二路徘徊 大街奔跑 於是警方實施保護管束 在家人的同意之下就醫治療 現在是下午一點多 高雄市區的溫度 來到了34度 而實際測地板的溫度 這樣子一測 57.6度真的是好燙 手碰地板的話就在燙肉 實測嚇死人 人行道地磚就57度 換到了駁油路 更測得到61度的超高溫 手碰地板根本停留不到3秒鐘 就急著想收回 買冰塊倒下去 不到兩分鐘的時間 冰塊已經快融化 變小了 現在下的時間 變碎冰塊有嗎 從融化變水 再到完全蒸發 變乾地板不到10分鐘 再測試肉片 同樣也很燙的汽車板 經上也是10分鐘的太陽直射 豬肉片呈現半肉乾的狀態 天氣炎熱 不再只有體感溫度 曝曬過後的汽車馬路 手腳一碰小心沉了燙傷原胸 TVBS新聞方志全徐克成 宋培文高雄報導 海巡雲林茶器隊 在嘉義水上查獲撕煙場 商寨版的低價洋煙 不但七星變成五星 用來製作撕煙的下角料煙絲 還被發現不但發霉 甚至還有蟲池 這些煙是不是看來有點眼熟 又覺得哪裡怪怪的 商寨版的洋煙 七星變五星 還有仿造其他品牌 雲木混珠 他們用煙絲下角料製作 海巡在嘉義水上香 破獲這個撕煙場 一包一包猶如肥料 這批撕煙下角料 真的是以肥料名義 從東南亞國家進口 但是沒有用來農作 下角料經過調味包裝捲煙 變成了洋煙販售 製煙現場髒亂 還被發現煙絲下角料發霉 有昆蟲的屍體夾雜其中 但是經過加工包裝 變成香煙販售 本案犯罪模式 是以肥料名義進口 煙絲下角料 分散至全國各地拼蔽 等濕煙工廠 添加香精 進行口味的調配及包裝 現場查扣各式成品煙 將近8000包 煙絲 煙葉3350公斤 還有包裝機 包裝材料 要是沒有被查獲 三噸多的下角料都變成煙了 正排羊煙一包100多 這些肥料煙 低價340元一包賣給小販 小販再以70元左右賣給消費者 主嫌是許姓男子 絲鹽成分不明 部分還驗出交友含量超標 對人體健康危害更嚴重 海巡估計 查扣的絲鹽換算為17萬包 市價大約是1200萬 TBS新聞 張宙明 吳淑平 雲林報導 既普拿藤先前開出漲價第一槍 現在金石滋味腸藥也傳出藥條漲 最多漲一成 另外還有張國洲牆胃傘 絲絲感冒膠囊 也預計要跟著調整數價 藥局貨架上擺放各種不同藥品 其中有幾項是民眾家中的常備藥物 只是知名止痛藥普拿藤先前才開出第一槍 系列藥品漲了9元到20元不等 現在又有其他的藥也變貴了 像是金石滋味腸藥 預計8月份漲價8%到10% 預期會貴10到15元 每瓶售價落在140到150元 營養品安素每箱增加100元 售價逼近2000元大關 還有絲絲感冒膠囊 也傳出會漲10到15元 而張國洲牆胃傘恐怕也要跟進 當然壓力會比較大 因為你原來所支出的費用 越來越增加 等於是額外的開銷的話 那也確實是有一點點小小的負擔 藥品一上一上上漲 不少常使用這些藥的民眾 也發現買藥的花費變多了 但藥廠近期不斷調整價格 原因到底是什麼 還有就是運輸 現在目前來講的話 配送來講的話 都是這些都是一些成本 垃圾已經漲了一波 現在的話 目前聽到的是 他們還要繼續再漲 藥師就說 即使這些藥物漲價 還是有其他的藥廠生產的成藥 可以替代 不鼓勵民眾大量囤貨 有需要再到藥局購買 只是恐怕漲勢還沒到盡頭 物價全面上漲 藥局營運成本節節上升 民眾買藥 藥師照貨 都得精打細算 TVBS新聞一種 黃凱晉台北藏報道 無二戰爭是 俄軍猛攻查蘇夫亞逼的 烏克蘭只好先緊急撤退 而無人機也拍下 現場幾乎被夷為平地 烏克蘭士兵朝俄軍戰壕連開好幾槍 就怕沒一網打盡 還向弟兄要炸彈 打完眼前敵人 還要擔心頭上有沒有無人機攻擊 機翼旋轉聲音 宛如死神呼嘯而過 烏軍死死盯住 直到無人機停在面前 證實是有軍 大家才鬆了一口氣 俄羅斯無人機破壞力之大 讓烏克蘭軍民文之色變 在烏克蘭中西部文尼查地區 已經被俄軍無人機炸得面目全非 隨著烏東查蘇夫亞地區境內 有一個城鎮被拿下 俄軍朝西邊內陸侵略更進一步 推進到克拉馬托斯克 也代表當地還沒撤離的平民 再不走恐怕就沒有機會了 在拖列茨克鎮還有五千人 警方挨家挨戶想撤離居民 但就算頭上爆炸聲越來越大 也沒人想走 警方好說歹說 終於有居民願意離開 烏克蘭總統澤勒斯基則表示 將用美國軍援武器 繼續提升防空能力 與此同時俄羅斯再秀軍事肌肉威嚇 公布RS24洲際彈道飛彈演習最新畫面 普琴也在記者會上表示 俄羅斯已經提出和平倡議 停火關鍵 就看烏克蘭願不願意接受這份協議 TVBS新聞綜合報導 然而烏軍前線陣亡士兵太多 估計每年要補20萬兵力才能撐下去 荷蘭則透露26架F16很快就能交付 美國陸軍的主力坦克M1A1 艾布蘭大秀肌肉年初才剛出現在烏克蘭戰場 原本要助攻抵擋俄羅斯侵略 等了好久才來的武器 卻無法有效扭轉戰況 烏克蘭只能藉著其他武器 應急 靠著外援補足部分武器儲備 在動用捷克制的吸血鬼多管火箭 希望能在陣場上帶給俄軍重重一擊 每天都在進行 他們嘗試拒絕對我們的位置 我們努力去撐下去 比我們更加激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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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打擊士氣 德國世界報著指出 烏克蘭美季需要徵兵5萬人 每年額外增加20萬的兵力 才能補滿在陣場上的折損 但近期人力遠遠落後目標 該防的還不止俄羅斯 白俄羅斯也是不定時炸彈 據傳烏克蘭在北部邊境 喬喬增兵部署武力設備 這當然也引發兩國不滿 白俄揚言必要時將動用非戰略核武 因為連北約也強化防禦 在周邊動員超過2萬兵力 設置10個戰術營小組 但這沒能減緩戰爭擴散的疑慮 大家都在澳洲 都在意見 全這些危機是真實的 北部的國家 都認為這是最適合的時刻 提出這問題 波羅的海三國計劃 砸6500萬美元 共逐邊防設施 沿著俄羅斯邊境 加蓋600個軍事碉堡 再搭配無人機 實施監控鄰國 而匈牙利總理奧班 周二在俄烏開戰後 首度前往基辅 拜訪烏克蘭總統 由於他過去親俄立場明顯 顯見這次到訪 有意撮合兩國和談 美國Politico新聞標題 還以歐盟防衛雙面人冠軍 來稱呼奧班 但至今還沒看到任何跡象顯示 俄烏有可能坐下來和談 俄羅斯國防部宣稱 又在烏克蘭東部哈爾科夫和盾內刺客 佔領兩座村莊 前線戰線推移 日夜都在改變 烏克蘭武裝部隊 當地周二也擊退在哈爾科夫附近的俄軍 他們遭到連續17次偷襲 結果都沒成功 不過現在荷蘭援助24架美製F-16戰鬥機 也已經批准準備送到烏克蘭 在每一公斤的地圖 他們會付錢 小小小小 怎麼出發呢 他們會付錢 我們直接這樣 烏克蘭戰場士兵不願俄羅斯 白白奪走自家領土 期盼先進戰機到手後 全力反攻 要俄軍為他們的殘忍侵略 付出代價 寫債寫還 TVBS新聞 美國總統拜登面臨退選壓力 為了保住競選資格 他接受媒體專訪 特別強調每天都有接受認知測試 姚美洲造勢一句話堅定表態 還冷不防再酸對手 歷史不及格 拜登批評川普連美國歷史都搞不清楚 建立實力向選民證明自己才是腦袋清晰的候選人 只不過八天前的這場電視辯論 依舊引發民主黨內擔憂 退選聲浪高漲之際 拜登借ABC鏡頭一次說明 拜登強調辯論會前出現感冒症狀 加上時差才會表現差 更重申要大家不用為他的心智狀態擔心 看 我每天都有認知測試 每天都有那種測試 每天都都有那種測試 每天都都有那種測試 你知不知道 我只是在我的競選 也都在世界上 根據美國專家統計 ABC這次專訪是拜登上任至今 第128次接受媒體訪問 在近代歷屆總統中是最少的一位 就連記者會 拜登也只召開36次 只比雷根的25次多了一些 拜登連兩天接受廣播和電視媒體專訪 可以看出競選團隊似乎希望 藉由加強和媒體溝通 來挽救退選危機 從現在一直到8月中旬的 民主黨全國黨代表大會 拜登的一舉一動 都會被放大檢視 事前安排好 依靠讀稿機的競選造勢活動 恐怕很難解決 外界對拜登認知能力 以及能否完成第二個任期 直到86歲的疑慮 TVB的新聞家會 美國華府報導 而英國的改變從今天開始 工黨拿下大選勝利 領袖施凱爾會見查爾斯國王 接受任命 入主首相館頂 輸掉英國首相的蘇納克 離開倫敦唐寧街首相官邸 迎接他的是英國人的虛聲 蘇納克前往白金漢宮 向查爾斯國王請辭的路上 也有大批英國人高唱 反保守黨歌曲 等不及要送走執政14年的舊政權 反觀新任首相施凱爾 一抵達唐寧街支持著 送上熱烈掌聲與歡呼 他也承諾要立刻開始改變英國 改變一個國家 就不像轉移動 世界是一個更穩定的地方 枕枕枕枕 我們將機會再建立 自從2022年以來 英國首相就換個不停 從前首相強身 再到做兩個月就下台的特拉斯 再到做不到兩年的蘇納克 施凱爾成為兩年來 英國第四位首相 而且終於不再是保守黨 也讓英國人充滿期待 期待施凱爾的還有歐洲各國領袖 像是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 與法國總統馬克宏 發展穩定互惠的中英關係 符合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 就連大陸外交部都送上遙遠的祝福 只是專家認為中英關係的未來 可能還是要看美國總統大選而定 對中政策造就不會重回歐盟 施凱爾帶領的英國先拼內政再說 TVN新聞綜合報導 每個人都想過上好的生活 但理想很豐滿 現實很骨感 日本最新調查顯示 有超過半數的家庭認為 生活有些困難甚至是非常困難 比例增加了8個百分點 另外呢 家中有18歲以下小孩 或是65歲以上高齡者的家庭 也有六成的民眾認為生活困難 不僅如此 最新統計也顯示 日本上半年的破產企業加速 也沖上了4931家 不但連續三年增加 更是創下了十年來的新紀錄 而現在就連引以為傲的 東京明治神宮外院的銀杏林 恐怕也不保 超過三百公尺的金色隧道 由三千棵高大銀杏樹組成 道路的鏡頭還有典雅的博物館 這是日本東京明治神宮外院的銀杏大道 也是秋冬時節全球觀光客必訪景點 不過這幅美景現在面臨危機 因為2023年 現任東京都知事少持百合子 同意神宮外院的都根案 預計砍掉大片銀杏林 來蓋新棒球場和摩丁大樓 並引進購物中心與旅館 這項都根案也讓部分東京人不滿 7月7日就要投票的東京都知事選舉 神宮外院都根案也成為爭取連任的小石 和代表在野聯盟的聯訪政策攻防的焦點之一 目前已經有超過20萬東京都民 線上連署反對都根 連知名作家春上春樹與過世的音樂家 版本龍一都曾表態反對 開發案建商製作宣傳影片 並與政府一同承諾會妥善保存銀杏林 只是對部分東京人來說 這片美景是大家的共同回憶 神宮外院究竟會不會都根 或許看東京七夕大選的結果 就能得到答案 TBA新聞綜合報導 403大地震過後 全台灣老屋重建成為焦點 只是想要都根沒有那麼容易 有里長透露光是一小塊小小的土地 就談了20年 即使沒有發生任何天災 一棟房子佇立在那成為你我的避風港 久而久之也會漸漸衰老 只是地震的發生 加速了各界對老屋推動相關的更新政策 尤其雙北因為住宅結構安全問題 引發關注 大杜根時代真的有可能來臨嗎 如果攤開數字來看 恐怕沒有那麼容易 因為光是雙北 每一年住宅拆除執照跟 30年以上的老屋比例懸殊 而且像是在新北市 平均每年拆除732戶 但是全市有83萬戶的老屋 如果要這樣子攤上來 恐怕要花1133年才能達到全面獨根 在華翠大橋旁的房子 屋林基本上都來到了40多年 雖然也有成功翻新案例 但比例少之又少 全台30年以上的老屋已經達到了483萬戶 不僅新北市各地都市都遇上同樣狀況 人口密集的台北市 這五年速度稍稍快一點 平均住宅拆照數1722戶 2023年符合為老重建條件的有65.4萬戶 同樣的要全部重建要380年 在板橋的里長就坦言 這些數字是順利的話才能達成 都太過美化 因為他當里長以來 曾有小小的一塊地要多更 一談談了20年 他們都根本不聽這些法條的 對不對 他們情緒我一瓶可以換多少瓶 我的房子現在好 你是要蓋下去的 你現在能建幣利益多少 然後容積率多少 然後蓋下來能夠掙多少 他們就想說 那我房子蓋下去住的越少 本來是20坪了變成18坪 想要重建 確實第一大難題就是人 有人想這樣 有人想那樣 說穿了就是希望自己的利益 不要受損 再加上對法令的不熟悉 當初好龍兵市府推動了 一坪換一坪 到頭來只成功4案 相關法規想拆老屋 有都市更新 為老重建 要自辦還是公辦 法規稅務以及審查獎勵制度 都不同 民眾搞清楚後 接下來還有你我最關心的是 我家能換到幾坪 當初全壯30坪 蓋新大樓 要大廳梯梯 逃生梯 停車場 公設有容積率 建幣率的問題 可能只剩下不到20坪 格局也大不同 雙北地區來說的話 我們的重建費用一坪 大概是在25到30萬左右 那甚至如果你今天是 微老的基地的話 它小基地大概在200坪以下的話 你的零件費用一坪 甚至高達到30到35萬左右 那如果回頭來 你要一坪換一坪的話 變成你的房價必須要在70萬以上 才有辦法換一坪換回一坪 疫情後公料雙漲 台北市房價高 讓建商有誘因 速度才會比其他地區快 新北市或是其他縣市 如果評估後效益不佳 也讓老屋拆除 南向加南 那會有一些人他會擔心 未來都更之後 他會有管理費 跟高額房屋稅的問題 他可能住不回來 所以這個會產生 他一個程度上的抗性 那第二個部分的話 就針對建商端來說 建商端現在只要看到 新成屋的價格相對而言 可能沒有達到他的一個要求 那在營造成本相對 比較高的狀況之下的話 他就會去捨棄 這樣子的開發 因此有建商就建議 雖然天災是股推力 政府也要幫忙拉 有推有拉 提高防災能力 保障國人生命財產安全 也是社會責任重要的一環 TVB新聞 王建倫協論 西北市採訪報導 而基隆市航運樞紐的地位 使得基隆市府 開始投入資源 希望凝聚市民 一起支持與雙北合併 升格之下市 爭取更多都市發展資源 旅都基隆 車水馬龍 海上國門 就坐落在市中心之內 再由高架道路 和港府串聯 構成運輸民脈 在地派聲音堅信 北台玄關不該流於新公司 把它當成是一個 比較中長期的人物 能夠讓市民感受到 我們基隆市有升格之下市 這樣的可能性 分析出來的 跟新北市合併 在法律上面 層面上的阻礙比較少 民意的部分 還需要跟民眾 充分地做溝通 當民眾 能夠有大部分的共識的時候 就是我們選項 能夠提出來的時候 基隆市府去年官辦民調 數字顯示 有54.9%的市民 支持基隆升格直轄市 不過36萬人口數 與法不符 因此兩成六五的受訪者 認為北北基該直接合併 而基隆加細紙 併入北市 或是和新北的 鄰近七區合併升格 以及併入新北 都遠遠勝出了 反對升格的5.3% 看似大勢所趨 以中央統籌分配稅款為例 65%易住於六都 其他16個縣市 則共分另外3成5 試涉發展經費 更讓行政區的更動動成何就 北北基 üst市併排 基本上 極充滿有 1810.3%的局面 那整體來說有各個方向上 我們都希望能夠透過 服務整合的方式 去優化既有首都生活圈的 這樣子一個環境 所謂的實質整合 跟在行政上的整合 這兩者之間 不是那麼必然有這種 兼二分的關係 北市 新北 暫時不置可否 先談行政層面上的實質整合 因為眼下還有重重門檻 必須先突破 現行 縣市要升格直轄市的 明文條件 包括人口聚居必須超過125萬人 而且在政經 文化 以及都會發展 都要有特殊的需要 就算是合併升格 也必須符合上述條件 不過這些都只是形式上標準 125萬這是人口的最低標 其實只是一個 非常形式性的條件 整個國家發展的藍圖的問題 當然也牽涉到各地方的利益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政治性的課題 事實上是變成是升格 因為在中央統籌分配稅款 在機關組織的內容 在各種不管是教育交通 文化各種建設 之下是都比較優勢 2021年大新竹合併議題浮上檯面 最後因為九合一的選舉提名攻防 反而成為執政黨的燙手山芋 隔年五月彰化縣也申請升格 偏逢人口出現了負成長 跌破125萬 中央不予同意 另一個問題是台灣到底還有沒有直轄市的增設空間 如果地方發展要以均衡為主軸 曾有學者建議 維持現況的另一面就是從法規著手 讓所有縣市平起平坐 但不論升降 都將對民意和權益形成重大衝擊 那就是我們現在都只是按照 地方制度法第四條的那一些刑事要件 但是實際上在處理的時候 要有更寬廣的思考 但是我們現在是沒有這樣的法律的 我們的行政區法法 或者是行政區法程序法 一直還沒有完成立法 是一個重要的課題 那不適合做非常短期的 這種政治利益的這種建築 縣市整病身格只需要白紙黑字 卻必然牽動地方整治生態 同個議題多年來不時討論 但要化為實際 還有太多環節需主義面對 TVB的新聞區關商業府 集中台北參謀道 上班族經濟壓力到底有多大 數次會說話 根據人力銀行調查 有七成上班族自貧經濟壓力大 各種生活開銷平均兩萬六千多元 幾乎就是基本薪資的數次 比價再比價 像我蠻常買海苔的 但是現在海苔這個價錢 不是最容易的 它大概是76塊 像這個 現在最低價 你現在看105 它雖然是黃標 可是我在其他平台的時候 最低買過749 已經打折 在印象中還不是最便宜 前一陣子物價上漲之後 其實它就沒辦法再買到 像之前一樣那麼便宜 如果你硬要買到前兩年的價格 應該永遠都買不到了 這是上班族 PASSION的購物習慣 一定貨比三家 而且資珠必較 錢很難賺 有多餘的錢才可以做其他的選擇 結帳時秀出超市會員 再用點數折底賺到小確信 然後我裡面有點數可以幫我課料 能審則審 各種行動支付搭配回饋 不只吸引小資族 還強化家庭主婦黏著度 業者統計使用超市集團支付的主力客群 36歲到45歲佔25.8% 46歲到55歲佔24.5% 年齡層也有下降趨勢 25歲到35歲世代 總佔比33.1% 成長9.2% 折扣商品多 還能累積回饋買越多越划算 許多民眾逛超市總是買太多財務化 專家就提醒民眾在逛超市的時候 要避免成為過度消費的受害者 專家就提出了幾項呼籲 包括要掌握實際的飲食開銷 漸進式的縮減預算 再來就是要訂定菜單 避免食材浪費 在購物之前要盤點家中的存糧 最後則是要來看貨價的擺放位置 多比價避免陷阱 多比價因為物價回不去 消費者精打細算 減便宜 畢竟日常開銷真的很大 開銷主要會是 餐費會有一些 然後交通費 這是一定不能省 因為我從三重帶來公司 每天的交通費大概就要60元捷運 三餐的餐費很難節省 所以有的時候 會自己帶早餐 然後午餐的時候 就是公司有公餐 然後就是會吃公司的 這樣就可以把餐費省下來 然後回家吃晚餐 每次在買一些日常用品的時候 就會比較喜歡比價 對 得到有比較折扣 比較多重優惠的時候 才會下單 人力銀行上班族 理財現況調查顯示 期程上班族自貧 經濟壓力大 各種生活開銷 像房租 房貸 育兒等費用 常常達到緊繃 百分之三十八點五的人 他們每個月勉強可以達到收支平衡 另外百分之十二點五的人 他們表示幾乎是入不敷出 甚至有百分之十八點三的人 是有負債的情況 那真的有餘育可以存錢 或是覺得生活勉強還過得去的 大概只有近三成左右 因為口袋不深 在投資時 上班族最怕遇到失業收入不穩定 遭人詐騙 金融危機 通膨 以及股市暴跌 以普通受薪階級的收入來說 風險承擔力偏弱 上班族平均每個月的花費 大概是兩萬六千五百一十四元 距離基本工資 其實已經非常的接近了 所以如果他的薪水 是只領基本工資 或者只高出基本工資一點點 那他的生活壓力 確實會非常的大 如果公司沒有辦法 幫你加薪的前提之下 很多上班族 現在會選擇兼拆 或者是多達幾份工 幫自己增加一些 業外的收入 除了自願自義 開始找方法開源節流 學習理財 才有機會緩解經濟壓力 TVBS新聞 鍾德榮 徐坤山 網號與台北採訪報導